大家好 有很多花友都喜欢在一个局势上购买一些花花草草回去栽种 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种美兰花 美兰花的话 如果你买回去就直接给它做这一点的话 它这个叶片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就是花啦花啦的掉下来的 那么这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点 这一点其实就是换盘了 有很多花友直接买回去就要直接给它换盘 这样的话是不能够给它直接换盘的 就是等它吸引一段时间之后再给它换盘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你刚买回去的话 它没有吸引你所在的环境还有季后 一下子换盘的话 它就是比较容易的出现一个叶片掉落的现象的 顶到它慢慢的吸引之后再给它换盘就可以了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换盘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它就比较的吸引你所在的环境还有季后了 这时候就可以给它很好的换盘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